你相信这个满脸稚气 浑身邋里邋遢 嘴唇干裂的男孩 是天底下最强刀客吗 他年仅15岁 却能把双刀使得微妙微笑 人刀合一 出刀之时 即无刀光剑影 也无华丽动作 未见刀出鞘 敌人已倒下 这个男孩叫孩哥 奉父亲的医院来到双旗镇 领他未过门的媳妇 但这个双旗镇甚是神秘 各种鱼龙混杂的人马 都会来到此 因此也就是江湖上 最混乱的地方 村民们见到这个外来者 像个刀客但又是个孩子 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这时两个刀客闯进了双旗镇 他们飞奔而起 到了大路中间 随手便把刀架在了孩哥脖子上 问孩哥有没有见过一个教义刀仙的人 孩哥耸了把鸡的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见过 刀客们看孩哥这样也便作罢 转身去到客栈里歇想 孩哥找到一个村民 打听这双旗镇 有没有一个瘸了腿的老主 他告诉村民自己父亲临终前 告诉他媳妇屁股上有了黑纸 说自己不认识也不知道 晚上孩哥来到客栈想要住店 但自己太邋遢了 开门的小女孩好妹以为孩哥是个乞丐 看了一眼就马上把门关上了 孩哥没有办法只能露宿街头将就一晚 第二天好妹端着水盆出门 却一下子被绊倒在地 谁撒了一地盆子哐当一声 孩哥瞬间被惊醒一下子弹了起来 好妹见状委屈地开始大哭 哭声把屋里的瘸子引了出来 瘸子以为自家孩子被什么人欺负了 拿着棍子便冲出来往死里打 而孩哥一看是个老瘸子 立马下跪磕头喊起了老丈人 瘸子愣住了好像是想起了什么 受不住委屈的好妹捡起盆子 对着孩哥就是拍了下去 而此时远近闻名的一刀仙 带着几个手下刀 镇上的居民看见都慌张得要躲起来 昨天的两个刀客听到声音便从客栈出来 这两人终于等到了一刀仙 为了除恶扬名 二人浩荡地站在路中间 一刀仙看着两人这个架势 便懂了是干什么的 随即带着二爷便下马停战了 两拨人马也不带点寒暄 刀客直接抽出刀砍向一刀仙 只见一刀仙抽出刀跪地 一个转身刀客便僵直不动它 腹部已然是一条大红口 一刀仙一脸淡然 刀客倒下了 另一个刀客健壮也果断地抽出了刀 但却是刀扔到地上 膝盖直接落地 但双齐阵的规矩可不允许这样 只见二爷刀起刀落 这个刀客也就命归皇权了 孩哥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的关系无极道 瘸子之前是父亲手下的一名刀客 但因为一场刀战 腿便落下了终身残疾 是孩哥的父亲救了瘸子才活了下来 两个孩子的娃娃亲也就是那个时候定下的 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太长时间 孩哥的父亲也已经死了 现如今的孩哥看起来一无所有 还是个损蛋 瘸子不放心把女儿交给孩哥 也看不上孩哥 但因为是救命恩人的孩子 瘸子便把孩哥留下来当店里的伙计使用 对镇子上的人便说这远房侄子 孩哥算是暂时安稳下来了 但是孩哥连店里的杂活都干过来 这让父女俩更加看不起这个脏脏的孩哥了 但是孩哥性格软弱 倒也没表现出什么不开心的情绪 这天 瘸子正在载一只马 刚好孩哥在旁边晃的 瘸子就喊孩哥来 跟孩哥说着要怎么操作 瘸子费劲的一斧子下去只砍开了一点 他抽斧子出来马上要砍下去第二斧式 孩哥说了句我来试试 便来到马肉面前 只见他闭目运气 双手下沉 手指轻轻一勾 腿上的刀便直接飞到了他手中 一刀劈下去 那么大块的马肉瞬间丝滑的一开两半 前来凑热闹的好妹瞬间被震撼 瘸子也是大为所惊 孩哥露出这一手之后 能看出来的父女俩对孩哥有所感官 吃饭时好妹居然还能跟他笑颜相想 白天两个人还私自一起去放吧 当孩哥问好妹是不是屁股上有黑质时 好妹总是娇羞地跑开 但你绝对没想到孩哥对这个黑质有多么执着 晚上好妹洗澡时 孩哥居然在门外偷看 他非要确定一下好妹屁股上到底有没有黑质 但是一个没注意 孩哥连人带门一起摔进了浴室 瘸子知道后对孩哥一顿毒打 但好妹却开口帮孩哥说话 瘸子冷不丁地看着好妹 他发现好妹已经开始日久生情了 一天刀客二爷来店里吃饭 吃着吃着他便瞥见好妹 他对好妹一直亏太意见 他找了个机会支开了瘸子 把好妹从屋里抱出来压在桌子上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二爷居然要干那不正经的龌龊之事 好妹撕心裂肺叫喊着 旁边的时刻却也只敢怒不敢言 瘸子听到叫喊声连忙回来 看到瘸子马上对二爷开始求饶 祈求二爷放过自家女人 正在绝望的时候 孩哥怒吼一声别碰那个女孩 二爷的兴致被打断 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孩哥面前 孩哥又耸了连刀都不敢拔 二爷见孩哥这个耸 便开始对着孩哥轮巴掌 随后抽出刀便要杀了孩哥 孩哥下意识运气抽刀 一个扭伸两人均停下了洞 只见二爷转身走出殿外 没走几步便倒地领了盒饭 两个手下看了眼便赶紧骑马走了 孩哥这边还在愣神中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到了晚上瘸子开始发愁了 这二爷一死 一刀仙肯定要来寻仇 但是又没有能打得过一刀仙的办法 孩哥也自卑地认为敌不过那一刀仙 无奈之下瘸子只能安排两人连夜成亲 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便一起出头 两人到了早上刚要走 门前却被村民们都围住了 村民们开始道德绑架孩哥 村民们纷纷跪下说如果孩哥走了 难免一刀仙牵怒到权阵人的身上 孩哥也只能留下了 到了这天孩哥直接坐在路口等着一刀仙 孩哥害怕的手一直抖 但是他没有办法 如果自己的死可以换来瘸子和好妹 以及镇上人的安全 那也就还算个圆满 没一会一刀仙便带着人马来到 瘸子拿出刀怒吼着人是自己杀的 便冲上去了 一刀仙刀起刀落 瘸子便领了盒饭 好妹崩溃地冲上去哭喊着爹爹 打铁师傅走上前劝告说 和一个孩子计较有失风度 但一刀仙不在意这些 抬手一刀打铁师傅便美了 酒鬼晃晃悠悠走到孩哥处 把酒撒在孩哥头上 似乎是要交醒孩哥 交完便走向了一刀仙送人头 好妹这时拿起父亲的刀 坚定地向一刀仙走去 一刀仙回头打量着好妹 此时孩哥终于清醒了 他运气抽刀 一刀仙同时出刀 风沙飘过 孩哥的头上鲜血躺下 一刀仙点了点头 认可了孩哥的刀法 便扭头要走 一刀仙跨过酒鬼的尸体后 没走几步便摔倒在地 他硬是用长刀支撑 着想站起来 但腹部那么一长条伤口 告诉他为时已晚 孩哥来到瘸子跟前跪下 一条路上直直地摆着四具尸体 象征着四种不同的意义 责任 道义 信心与狭义 为孩哥完成了血的洗礼 最后孩哥和好妹安葬完瘸子 便扬长而去 双齐阵刀客 实际是在讲一个孩子的成长 鲸鱼刀法却不安事实 鼓起勇气最后战而胜之 双齐阵的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故事 而导演和平 却又把每一个人的人性 都描绘出极致 作为一部风格独树的 国产武侠电影 真是做得非常之成功又出色 好了今天的电影先介绍到这 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 阿锐说片 明天不见不散